开跑 开跑 中国勇士林孔一脚 险些踢死日本冠军 惊死一战日本官方彻底的激怒 日本发言人更是在媒体面前公然表态 说出了自己的复仇计划 这一次我派了一大批出色的日本汉将去中国踢馆 其中还包括我的小儿子 我已经下他了死命令 能打死中国拳手就绝不打废 尽可能的往死里打 然而日本官方的嚣张态度 也激起了中国勇士们的满腔热血 你去日本我就来劲 我也想过去日本好好地打一场 实际地教训他们一下 好好观众朋友们 第一个来中国踢馆的便是日本武士 三五龙一 此人可谓是嚣张至极 带着一把日本武士刀来中国耀武扬威 嚣张踢馆 不料中国小伙完全不拒 还当众霸气回怼 丝毫没有给这个日本选手一丝一毫的面子 好观众朋友们比赛先开始 洪峰选手 中国小伙 冯天后 真颂外后 毒蛇 他的Q率相当之高了 而这场比赛他的对手就是 黑色裤衩的日本选手 日本武士 三五龙一 此人猖獗之极 带着一把日本武士刀来中国踢馆 并且表示如果打不赢 就当场抛负自己 好观众朋友们让我们尽情期待 两条进腰带可见其实力 一个是Shodo 一个是Pancres的进腰带 洪天后今天的发型很炫 在后台休息区的时候 我也在问他 我说今天准备怎么样 他说状态非常的好 一直比较自信 对 就等这场比赛 洪天后其实今年以来表现也都非常好 他在龙龙队中外对方赛 连续三次战胜了国外的高手 其中也缔造了这个龙龙队的最快的记录 10秒降服了母骨国高手 詹琪格宁布 对 然后在这场比赛之前 詹琪格宁布也发视频说 你先打完了三不龙一之后 我们两个人必有一战 要二番战吗 漂亮 这一拳打到 对 冯天后今天的拳还是非常灵异的 因为目前他现在是九连性的状态 但是要小心对手的拳 已经十连是吗 对 三不龙一的移动还是做的比较好 而且移动端 能够拉的会比较开一些 是的 这样洪天后有点逮不掉他的意思 对 而且一上海这 你应该他会有这样的突然袭击 他在突然袭击的时候 这种突然启动 也都不错 三不龙一已经39岁了 没错 老将 哎 完了 漂亮 漂亮 哎呦观众朋友们 本场比赛开局还不到 哎呦 还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啊 冯天后一个霸气的飞气 干碎了这个小日本子的天灵盖 非常的给异 好 观众朋友们不要走开 因为接下来越打越精彩 越打越给力 好 观众朋友们 第二个出来抗日的便是中方群手 中华虎杨建平 在我们中国 要说哪个拳击手打日本人最多 我相信如果杨建平说自己是第二 绝对没有人敢说自己是第一 没有错 杨建平打我的小日本子 实在是太多了 不说一百又八十了 而且每一场比赛都是劲爆KO 基本上能打费 我们是不留情的啊 有的掰断胳膊 有的掰断脑袋 有的打穿肋骨 总而言之啊 都让他们有来无回 好 来看一下本场比赛来挑战杨建平的对手 就是这个像个跳马猴子一样的家伙啊 上山之小 没有错 日本的空手道冠军 实力非常的强劲 而且赛前也是极度嚣张 完全没有把杨建平放在眼里 杨建平你给我挺好了 七号脖子准备好受死 不要把你从中华湖打成东亚病猫 好 这个上山之小 的确是非常的猖獗 当然观众朋友们 在比赛正式开始之前 我们先奏起国歌 奏起抗日的号角 好 观众朋友们比赛先开始 本场比赛杨建平是带商出战 我们就非要少说 来看一下上位的是杨建平 下位的便是小日本子 上山之小 属于上位想要去过腿 完全过腿 侧面压制 看看杨建平如何扩大自己的战果 上山之小处于下位 这个时候上山之小有三个逃离的方法 要不然就是站出 杨建平又想要手臂十四度了 你看到 这个时候杨建平拿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把位 起来了 起来了 想断头 断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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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 还是没有 有效 这个时候看到 顺势滚翻过来 上山之小啊 他的这个 缠斗的能力还是非常强 但这个时候 只要是杨建平能够把腿挂到 挂得再高一点 有没有 有没有 看能不能翻过去 如果说是翻过去 可能就要睡着了 比赛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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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观众朋友们第一场比赛 杨建平已经是无视裁判的劝阻 别拦我 今天我就是要背顿他的脑袋 好 非常精彩 非常的解气 好 杨建平顺利的拿下了对手 但是观众朋友们千万不要走开 因为比赛越打越精彩 好 各位观众朋友们看一下 首先登场的选手便是日本武士 通手道大赛冠军 历时于善 好 这个家伙大要大摆的带着四个美女 带着四个长腿美女来往中国踢馆 此番情形的彻底惹怒了中方选手 阎西波 阎西波个子不高 掌队也不壮 但是他的重拳能够打出456公斤 曾在一场节目当中和德国大力士比拼全力 德国大力士拼尽全力才打出337公斤 而阎西波竟直接打出恐怖的456公斤 这一幕把美女主持人朱丹都给看呆了 更是不由自主的捐起了舌头 好 观众朋友们 这一场比赛千万千万不要眨眼 好 观众朋友们 本场比赛阎西波 起用是6秒钟 我的天哪 6秒钟观众朋友们非常的短 可能什么事都干不了 但是对于阎西波来讲 KO一个日本人 足矣 好 我们看日本选手 这一拳直接打掉了对方 五颗牙齿 据说赛后还缝了30多针 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精彩回放 对方直接飞了过来 后手迎击 没有错 就是这一拳 让历史欲善的当场跪地不齐 好 再来看一下慢动作 哎呦 对方的脸直接被打到变形 这个下巴肯定是断掉了 好 观众朋友们 下一个来中国踢馆的家伙 没有错 其实眼前这个家伙 穿着豹纹三角裤的粉毛 他就是变态中的变态 日本选手 马萨 我们终于看这个马萨 对着台下的中国观众 大喊大叫 哎呦 这个家伙的确是很嚣张 让比赛赢着他的便是中国小将 村山豹张伟勋 好 我们看两名选手的眼神当中啊 就充满了杀气啊 让我们来看一下张伟勋 如何受试这个粉毛 马萨 马萨是拖不及待的 轻向前去 这两腿 漂亮啊 哇 直接一个 张伟勋直接一个 跳起来的高扫 对 哎呀 这个头都不得拿住 嗯 隔着一块胳膊拿来 哦 马萨这个地面不过 对 转换很快 张伟勋现在先控制 哎哎 这往前推的这个劲儿不错啊 哎 张伟勋现在还不错啊 两个地面翻转 哇 马萨这个地面变化也很快啊 对 很快 我们看看他的腿 漂亮 能拿到辞职 能不能拿这个辞职度 能拖到扳出来 对 能做垂机先 扰乱看 好 登开 张伟勋有着跟日本选手作战的经验 曾经有一位日本柔树系的选手 哦 记得穿成裤作战 嗯 哦 如人性特别的好 对 呃 那是在日本呃 空军节 东京站的比赛 对 好 呃 张伟勋的地面翻转很快啊 对 对要先控制一下 这个马萨的韧性很能 很好 对 非常好 lowest 就是 咦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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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再侠 我 Ya 擅一 擅一 左 Conf 踩踢踢 阮迹 圈其 好 观众朋友们 本场比赛精不精彩 好不好看 我们看这个日本选人马萨 哈哈 哦 像一条死狗一样躺在了地上 非常的节气啊 穿山豹 不愧是穿山豹 那么恭喜 张伟轩 这场比赛可以说是能多打一拳 我们就多打一拳 绝不留情 而且这每一拳 我看打得很实在 都是奔着打死对方去的 但是这是擂台 我们尽可能的还是不要出人命 因为日本人的血很脏 沾到擂台上也是很不吉利